为了欢庆铁路节以及台铁成立136周年 台东火车站今年办了一系列活动 并以感恩由你为主题 邀请历届站长来到台东站起居一堂 而台铁台东站长也非常感谢历任站站长以及员工的付出 造就现今的台东火车站 为了欢庆铁路节以及台铁成立136周年 台东火车站今天举办一系列活动 并以感恩由你为主题 邀请到历届站长来到台东站起居一堂 这么长的时间内 我们历经了六届的站长 一棒接着一棒 劳心劳力 完成上级所交付的任务 才造就了今天的台东站 136周年铁路节 我们的主题我们把它定为 感恩由你 邀请历届站长回人家 一同来分享 跟庆祝我们铁路节 连接东部干县以及南回县的主要始发和终点的台东站 在1992年南回全面通车 更名为台东新站 2018年车站站体改进完工到2020年 南回铁路电气化完成 也完成了环岛铁路电气化最后一块拼图 铁路完成最后 环岛铁路最后一里之后 那接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花东县的这个电气化完成 台东新站我是第三任的站长 更名台东站我是首任的站长 我参加了两次 在新站办理这个铁路节的活动 我们参加了两次 非常高兴 能够再回娘家 而台内台东站的站长 也非常感谢丽人站长 以及员工的付出 才能够造就现今的台东火车站 集团队台东市报道